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der 今天又來提前試讀環節 為了怕大家吃膩中國食品 今天來換點口味 奇蹟MU 大天使 這款在韓國叫做 MU-Arcante2 開發商是Webzen 母公司是Naver 這各位應該就不陌生了 生活中常常會用到的LINE 就出自該公司 而奇蹟系列相信各位也經常看到 在台灣已經不知道出了多少系列作 從最早2002年的奇蹟Online 2014年的奇蹟MU 大天使之劍 2015年開服 而目前已經官服的 奇蹟MU 王者歸來 2018年奇蹟MU 覺醒 以及同年李玉芬代言的 奇蹟MU 最強者 2019年的奇蹟XXX 2020年分別由李連結 911代言的奇蹟MU 跨時代 同年的奇蹟傳奇 2022年初上架的 奇蹟MU 正宗續作 上個月開服的奇蹟世界 經典以及本次台服正在預約中 奇蹟MU 大天使 總之雖然變來變去 但遊戲玩法還是維持一貫 中國常見的傳奇風格 可能很多人就是愛這傳奇味 而遊戲中職業選擇 似乎一直以來都是這幾種 而玩家要做的就是 有空時按任務點擊 沒空時掛機放置 任務會要求我們在地區擊殺紫禁怪 達到數量後去擊殺地區BOSS 就可以換下個地區 不斷重複上述流程 跟市面上廣告的垃圾手遊 不能說是一模一樣 只能說是分毫不差 而2022年了 居然還是維持這種建模跟美術畫面 技能打擊感並不存在 要不是還有五毛特效 我還真看不出來每種攻擊動作的差別 而且如果這不是韓文介面 我還差點分不出來 這跟中國的量產垃圾手遊的差別 不行了 這我是一刻也撐不下去 這次一起介紹旗下另外一款作品 二月開韓服的 MU Origin 3 這款在中國叫做全民奇蹟2 於2021年4月正式公測 開發商是天馬時工 曾經於2014年推出全民奇蹟 並與凱因網絡合作由他獨家代理 這款全民奇蹟 其實就是隔年在台灣上架的 奇蹟MU王者歸來 而2015年漲去又收購了天馬80%的股權 並在2018年收購 包含凱因網絡持有以及剩下的股份 進而達成完全控股 漲去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便是由旗下玩蟹所開發的 一拳超人最強之男 真的是一拳超人 良心建議不要碰 另外漲去也曾在2016年收購 Webden 19.24%的股份 而騰訊目前也有漲去少量持股 所以不出意外的 騰訊拿到了全民奇蹟2 在中國的發行權 但騰訊出品必屬良品 熱得快量得更快 所以又開始向外拋售資源垃圾 而這次改名為 奇蹟MU正中續作 由台灣知名代理愛瑞爾網路協助發行 並在今年1月正式營運 還請來了動力火車代言 以及眾多網紅YT合力宣傳 而至今現況如何 各位可以自己去研究一波 玩法方面也不多做介紹了 就是複製貼上 結論 垃圾不分國籍 請少從你我做起 所謂的原汁原味經典呈現 直白的翻譯叫做收割情懷 一款奇蹟能晚轉20年 玩法上也是始終如一 真的也是把NCSoft的天堂公式 玩得得心應手了 可能在幾個月又會有一款系列做 各國都有不同的黑薰農夫 願各位不要輕易成為韭菜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下次見